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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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建工程 预计112年完工 规划设置全新游乐设施 以及幼儿专属的图书室 视听室等设备 可招收300名3至5岁幼童 提供乡民一个共享 共玩 共学的多功能亲子服务空间 公益频道许维珍花坛采访报道 请管理贵宾 明镜与点点栏目